下面的话,那么我们很普遍准备好之后,怎么样呢?我们来新建一个什么呢?新建一个页面,是吧?新建一个页面啊。好,那么的话,到这个里面来,是这样的啊?到这个项目文件里面来啊。大家记得你新建的页面一般是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目录下面吧?是吧?放在这个目录下面。就是说,放在这些文件夹的外面,是不是这样的啊?放在这个Imagic文件夹的外面啊。大家记得啊,不要把它放到里面去了。里面去了的话,这个资源的零。 你用这不好写吧?是不是这样的?啊,放到这个外面来啊,新建一个页面啊。好,我们来新建一个,留一个fire,是吧?然后是,一般是首页是什么?用index吧?index啊。index.html,是吧?把它存一下,是吧?好,保存啊。保存完之后,然后的话,怎么样呢?就来新建一个文档啊。像这种什么?PC端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页面是属于PC端的这种页面,是吧? 那么的话,目前的话,做的格式,使用的这个文档的类型的话,一般还是使用什么呢?应该是一半对一半吧?那么一般的话,用那个xhtml1.0那种版本啊。 还要一半的话,直接用h5,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什么?xhtml1.0那个版本啊。那么就是,那么它的配置键是什么呢?html,是吧?然后2.xt,是不是这样的啊? xhtml1.0,是吧?好,xht,是吧?xht,然后按一个type键,是吧?是这样的啊?啊,用这个版本啊,我们用这个版本来做吧。啊,好,这个版本跟h5原来没什么区别,是吧? 那么只是这个声明和什么这些东西比较什么,繁琐啊。好,那么我们用这个版本来做吧。那么的话,首先是一个title什么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天天生鲜,是吧?天天生鲜啊。天天生鲜,然后这个是什么呢?杠,首页,是不是这样的啊?首页啊。好,那么这么做完之后,那么这个页面 是不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根目标下啊,是吧?他们是这一文件夹的外面啊,这样方便我们什么呢?引用资源啊。好,这样做完之后,还要做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写什么呢?写一个样式。这个样式是干嘛呢?就是一个重置的样式,重置的样式。好,这个样式是怎么写的?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写样式怎么样,一般是放在实验课的文件夹里面吧,是吧?好,我们在实验课的文件夹里面新建一个样式文件, 写一个file,然后怎么样呢?这个样式一般叫做reset。reset.css。这个样式干嘛呢?就是重置一些样式。比如说我们什么呢?ul是不是默认的有什么呢?有点啊?有什么,间距啊?是这样的啊?我们的p标签是不是默认有间距啊?然后h标签默认有间距啊?然后我们用这个css是怎么样?统一的来把这些间距什么?把它重置为0。 好,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做法,是吧?好,然后把它存一下,是吧?存一下啊。保存一下,保存一下之后,然后的话,开始写这个样式,是吧?那么的话,我们这个样式怎么样呢?我们是所有页面都会引进来的啊。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先把它引进来,是吧?引进来的话用什么呢?这个什么?这个link吧,是吧?好,我们现在写样式是什么?是用外链的方式写吧? 那么一般我们开发中也是用外链的方式来开发,是吧?那么这个是css里面的什么呢?result.css吧?result.css啊。好,把它引进来的啊。引进来之后,我们开始写这个result.css里面的东西啊。这个result.css怎么样呢?我们写一次之后后面都可以共用的是吧?那么后面大家就不用写了啊。凡是用到这个的话,可以直接把它引过来啊。好,这个result.css的话,那么的话,一般会写些什么呢? 首先是写什么呢?写一些默认的有些标签,如果它有些有些间距的话,我们把它什么呢?直接清空啊。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清空一些标签的空格,是吧?清空一些标签的间距啊。 好,比如说这个是将将,将啊,将标签默认的啊,标签默认的,默认的间距啊,呃,设为0啊,设为0。好,这是第一个是吧?那么哪些标签有间距了?是吧? 首先我们最大的一个标签是什么呢?就是body标签吧。body标签是不是它有margin啊?我们统一写过来啊。那么用,然后用这个主选择计啊。 然后是body标签,然后是p标签吧?它是默认有间距啊,是吧?p标签啊。然后的话是什么标签呢?h1啊,然后h2,h3啊,h4,h5,h6,是吧?这一标签啊。然后的话还有什么标签呢?这个什么呢?还有这个,比如说ul是不是啊?ul啊。好,然后的话,比如说, 应该用,哦,比如说这个,嗯,还有什么,DL标签啊,DL标签啊,DL标签啊,DL,DLDT,DD我们说那个定义列表吧。定义列表这个标签啊,好。 又比如说什么呢?还有DT,DD没有啊,DD没有啊,有DT有DT有啊,等会我们可以试一下啊,这一标签的话怎么勒?它有默认的间距啊。好,那么的话再还有一个什么呢? form标签 它里面也有兼具 form标签有时候也有兼具 好 我们写的这一边 大家记得 一定是我们要用到的 一般是要用到的 不用到的标签 尽量不要写 写了之后怎么样呢 写了没用到的标签 它还会在页面上去找一遍 结果找一遍没找到 是不是浪费了 这个性能和资源呢 所以说大家用到的标签 要写 不用到的标签 要不要写 关于这个result点 我们在网上有很多个版本 有些版本写的什么 写的非常的全面 把所有的标签 是吧 几乎有用到的和没用到的 全部给你列出来 是吧 没必要啊 那个什么result点 没必要 大家要用到的标签就写 没用到的就不要写 因为你写了之后 特别假如说 写一个很生僻的标签 然后根本就用不上的话 页面上没有 它自己还会匹配一次 是不是这样的 匹配 把整个页面 整个的找一遍 结果没找到 这样呢 是不是浪费资源了 没必要 所以说大家用到的就写 没用到的就不要写 比如说这个form标签 还有一个什么input标签 我写的这些标签的话 都是最常用的一些标签 是吧 一般什么 就要写上 好 这个写上之后怎么样呢 然后怎么 把它的什么呢 把它marking marking把它设为什么呢 marking设为零 这个直接清空了 是吧 好 padding设为零 这个是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 是这样的 就把它轻为零了 轻出为零之后怎么样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不用再重新设了 重新设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 再拿一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ul 是吧 ul它是不是有一个小原点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统一的把它设置为 Listr-Sty 把它设为lum吧 是把它的小原点去掉 好 这个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把它的间距给去掉了 是吧 这个小原点给去掉了 是吧 好 好 这个是去掉 去掉默认的 默认的小原点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ul 是吧 那么如果你页面上 要用ol的话 你就可以加一个 是吧 ol是有序列表 是吧 那么一般这个ol 我们不怎么用 如果你不用的话 就不要了 记得就不要了 如果用的话就加上 好 反正用的就加上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ul吧 接着还要去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a标签什么 它是不是有个下滑线呢 一般我们不需要这个下滑线吧 我们就用写什么 我们就用写什么 写什么 tags的 dockeration把它设为什么 number把它去掉啊 去掉不要啊 好 这个是去掉 a标签的下滑线啊 去掉默认的下滑线啊 去掉默认的下滑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用到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可能还会用到这个页然标签是吧 页然标签有人会用到啊 这个页然标签的话默认它是一个邪体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默认的吉祥什么 让它不倾斜吧 好 我们把它的倾斜也去掉啊 然后是封的什么 封的时代吧 封的时代啊 封的时代的话把它设为什么呢 LOMO是吧 LOMO啊 封的时代把它设为LOMO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是吧 常用的一个东西啊 好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是 设置不倾斜啊 好那么的话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Imagic的啊 好这个Imagic标签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Imagic标签它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这个特别在IE下啊 在IE下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给这个Imagic 给它扎链接的时候怎么样呢 给它扎链接的时候 它会在旁边生成一个边框啊 这是IE下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不过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必须把它也设一下啊 设什么呢 就是把它的border啊 把它的border设为什么呢 0px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是去掉它什么呢 默认的什么呢 边框啊 好这个是干嘛的啊 这是 那么是什么呢 去掉啊 去掉在IE下 去掉在IE下 然后是图片 图片做链接时 深层的 深层的边框啊 就是说它在IE下的话 我们用一个A标签把Imagic包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图片旁边会伸着一圈的边框啊 这是IE下的它的特性啊 我们在这里把它去掉是吧 去掉啊 好 那么这是这些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我们的什么呢 H1到H6 是不是它默认是不是有文字大小啊 一般的话我们也不想用它的默认文字大小啊 不想用它的大小 我们来自己设大小啊 那么一般我们这个时候怎么设呢 这么设啊 那么的话这么设啊 这个H1到H6 那么我们把它的FontorSize设为什么呢 FontorSize啊 FontorSize设为什么呢 设为这个百分之百啊 这么设 好 你设这么设是什么意思呢 这么设之后 我们的这个FontorSize怎么样呢 H1标签的FontorSize 就会计成我们Body的FontorSize的设置啊 就是比如说我Body里面设置一个总体的FontorSize是多少 比如说是14px 那么的话这个H1标签就会计成那个FontorSize的设置啊 如果不这么设的话 那么H1标签它多大还是多大啊 好 那么这个的这个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让H1标签啊 让H1标签啊 计成啊 计成 然后是计成这个Body Body Body中的FontorSize的设置啊 好 字体大小的设置啊 字体大小 大小的设置啊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这个啊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这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整体的这些标签的设置是吧 好 设置完之后 那么这个Result大概的都写好了啊 大概写好之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要写什么呢 写些公共的类吧 比如说那个清楚浮动的那个类是不是我们要写上啊 也放在这里是吧 那么这样我们是不是所有页面都会用啊 好 清除浮动的类来写一下是吧 这个是 呃 是清除浮动和清除摸 是吧 清除浮动 然后是 呃 什么解决margin top塌陷是吧 解决 margin top塌陷啊 margin top塌陷啊 margin top塌陷啊 好 再来一个公共类是吧 那么这个类的话它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clear fix吧 一般都这么写啊 然后是点clear fix吧 然后是什么 before是吧 before啊 逗号 点clear fix 然后是什么呢 after吧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是拿一个什么呢 content是吧 content 然后是一个空的这个 空的字幕串啊 然后的话 再拿一个display table 是吧 table啊 好 这是公共的部分 是吧 那么接着写那个 呃什么呢 独立的部分是吧 比如说这个点clear fix 然后是after是吧 after的时候啊 after的时候啊 然后的话它的什么呢 clear吧 clear clear boss啊 这个就是清楚浮动的啊 boss 点击啊 好 接着的话那么还要针对什么呢 针对一个什么 针对一个那个IE 要做一个兼容是吧 IE的话如果不认这个before和after的话 我们就用IE的那个它自己特有的属性啊 clear fix 然后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zoom属性吧 zoom啊 zoom属性的话给它设为一个1 是不是这样的 这可以触发它自己去解决这两个bug的问题啊 好 这是关于IE的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什么 清除浮动和解决mogin top塌陷的一个公共类吧 公共类啊 好 好 那么这个类写完之后接着还要写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经常用的一些类也可以放上去 比如说什么呢 左浮动和右浮动也会放进去啊 走动的比如说是点fl 那么是什么呢 这就是float什么呢 float left啊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个元素给一个fl的类它就是走浮动吧 是吧 好 再来拿一个什么点fr啊 点fr的话是float float right啊 right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给一个元素给一个fr的话它怎么样呢 它就是又浮动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是怎么样呢 这次就是一个通用了什么呢 result.css的写法啊 通用了result.css的写法啊 通用了result.css的写法啊 一般都这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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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